2023年女足世界杯首轮小组赛 B组一场比赛夺冠热门加拿大女足爆出大冷门 最终0比0占平尼日利亚女足 开赛前三场出现两场冷门 对于中国女足来说将是利好的消息 因为女足球队真实差距不大 即使排名不如英格兰女足和丹麦女足 也有希望完成以弱胜强 作为奥运会新科冠军 加拿大女足近些年的实力突飞猛进 也被视为本届世界杯夺冠热门之一 据统计加拿大女足除了首届之外 其他几届世界杯都有参加 最好成绩是2003年挺进四强 此外尼日利亚女足是唯一一支 每届都参加的非洲球队 此前最佳成绩是1999年闯进八强阶段 最新一期世界排名 加拿大女足排在第七位 尼日利亚女足位列第四十位 整体实力占优的加拿大女足 一开场完成压制 控球率超过65% 多次完成射门 第十分钟 新科来停球调整后 远射打高 随后不久 胡伊特马凌空打门被封堵 一击胡伊特马投球稍稍偏出 都没有把握住机会 利用加拿大女足防守注意不集中 尼日利亚女足创造了威胁攻势 第23分钟 奥沙拉转身 胡远射被扑出 第35分钟 门将谢里登出击失误 奥努莫努横传打空门被拦出 上半场结束 比分还是0比0平 加拿大女足完成五次射门 尼日利亚女足贡献六角射门 都是进攻罚术 进入下半场开始不久 加拿大女足赢得点球 新科来尔进区内造点 随后亲自主罚 被尼日利亚门将恩纳多奇耶化解 无缘帮助球队打破场上的僵局 40岁的新科来尔作为老将 此前五届世界杯都有进球 现在罚失点球 错失成为世界女足杯的历史上第一位 六届世界杯都进球的壮举 逃过一劫之后 尼日利亚女足积极组织进攻 一次反击 差点完成破门 卡路高速插入禁区后 腿射太阵 被加拿大女足门将拦出 同时 边才举其示意 越位在先 比赛最后时刻 尼日利亚女足球员阿比奥敦 严重反规 被红牌直接罚下 最终比分0比0结束 两队都没有破门 这也是本届 女足世界杯第一场平局 加拿大女足作为奥运会冠军 在世界杯上连续三场 不胜尼日利亚女足 战绩为两平一副 延续28年耻辱记录 大女足 女足